5月3日晚上10点多 天胎县三河派出所辅警报家乐 驾驶警车经过一路口时 发现一辆小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 好像有情况 报家乐立即下车询问 多严重 小孩多严重 多严重 现在 现在就是复习困难 那么心跳快 已经发紫了 那你就跟我走 跟我走 速度提起来没事了 原来车上一名一岁半幼儿 突发心脏病 急需送医 孩子家长都是在天胎打工的外地人 不熟悉路况 正在路口犹豫该怎么办 近期天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进入关键时期 刚好遇上了刚刚结束防疫职守 路过的辅警报家乐 我当时大概观察一下孩子状态 已经嘴唇发指 呼吸困难了 时间就是生命 为了能在第一时间将孩子送到医院 报家乐上车打开警灯 让孩子父亲开车跟在警车后面 有警车在前面开道 加速行驶 16公里路程原本需要近30分钟 在警车开道下 11分钟孩子就被顺利送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后 放心不下的报家乐 又跑前跑后帮忙挂号交费 直到孩子转为为安 报家乐才放心离开 几个小时之后 孩子母亲发来感谢短信 说孩子已经住院治疗 没有大碍 非常感谢辅警报家乐的帮助 看到短信里面 小孩母亲说小孩已经平安了 我才放亚新来 作为一名普通的警察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记者段盈盈编辑报道 好